你知道中国的建筑技术员 白天工地检查施工情况 晚上加班备考一件 他的一天究竟有多忙碌 早上七点半 是孟宪宇的起床时间 他今年29岁了 大学里学习的土木工程专业 毕业后就从事了建筑行业的工作 直至现在已经有七年之久 作为一名建筑人 当然是工地在哪就住在哪 因此一周里他只有周末能回家两天 简单梳洗一番后 孟宪宇便前往宿舍一旁的办公室 七点五十五顺利抵达 他每天的工作时间 是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半 由于今天有个会议 他必须赶在会议前将施工方案交给领导 因此连早餐都没时间吃 除了制定施工方案外 他还负责每个项目的施工规范和设置标准 据梦宪宇透露 虽然项目已经开始施工了 但他仍需要制定新的施工方案 因为所有的施工方案 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制定好的 而是每一道工序对应一个方案 他只需要在进行到这道工序之前 编制完成方案即可 现在他们的项目 已经进行到了主体结构施工的这一步 由于是一名技术员 梦宪宇工作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和施工图纸打交道 时间过得很快 一晃眼就到了11点20 梦宪宇和同事准备去吃午餐了 工地里有一个食堂 因此他的一日三餐基本上都是食堂解决的 食堂属于自助模式 想吃什么自己选就好了 梦宪宇选了几样爱吃的 就走到同事一旁的空位坐了下来 一边跟同事聊天 一边吃着可口的饭菜 期间还接了一个工作电话 食堂里的饭菜每份15到25元不等 两婚两素可以自行选择 并且梦宪宇表示 这个食堂的伙食标准 是所有项目里最好的 午休时间通常是一个半或者两个小时 在工地里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 于是梦宪宇就会叫上同事一起打羽毛球 跟其他国家不同 国内大多数人都有睡午觉的习惯 因此娱乐完后 大家都会各自的宿舍睡午觉去 建筑工地距离宿舍并不远 梦宪宇每天下午都会过去检查施工情况 但在出发前 他通常都会换上反光背心 接着便静置前往施工现场 眼前正在进行施工的建筑 就是他们的蓝领公寓项目 是一个模块化箱体建筑 每一个箱体内部都已经装配完毕 同时也在进行装饰 整个项目总共有1810个箱体 搭建方式跟搭积木一样 将箱体一个一个搭建上去 项目是从去年12月初开始进行的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半年的时间了 工程完成了大约70% 总体来说进展速度算快的 再花费两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可以全部结束 就在这时 一名工人碰到了难题 过来求助他的帮忙 在进入施工现场前 还需要戴上安全帽 这是必不能少的一项步骤 可以在遇到危险时 很好的保护住头部 值得一提的是 工地帽子的颜色也是有区别的 每种颜色代表了不同的工种 戴红色安全帽的工人 一般是监理或者监管人员 黄色代表了普通工人 蓝色的是技术人员 白色则是工地的管理者 或安全监督人员 梦献雨戴的是白色安全帽 那它就是最后一种 戴上安全帽后 梦献雨开始在工地的各个角落 进行检查 在整个过程中 不管碰到任何问题 都会第一时间解决 眼前这个是箱体的定位锥 在进行箱体调装时 可以起到定位的作用 按照设计的理想状态 每个箱体之间 应该是紧贴在一起的 然后在边上直接焊接 但在施工过程中 会有一定的误差 导致箱体之间有缝隙的存在 那么它的工作 就是负责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确保在有了设计图纸后 项目能够按照设计图纸来实现 在施工过程中 出现任何技术问题时 技术员都必须第一时间出面处理 并提出解决方案 因此技术员也被称为 设计师和建筑工人之间的桥梁 在施工现场待了一下午 4点半梦献雨回到了办公室 等会要进行一个会议 他需要在会议进行前 做一下会议的前期工作 施工方案以及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原本在会议结束 孟献雨就可以下班了 但他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 没有完成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周末建筑工人的进度 因此需要留下来加班 在开始加班前 他要先去食堂吃个晚餐 跟中午相比 晚上的伙食看起来稍微要差一点 不过好在还准备了一道炸鸡 不用加班的工人们 吃完了晚餐便开始享受下班生活 而他则在7点15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 据孟献雨透露 工人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地 基本上不会外出社交 并且工地也很少有女性工作者 因此他们这个行业找女朋友很困难 唯一的社交方式 就是跟以前的老同学聊一聊 看能不能擦出一点火花 或者通过熟人介绍 孟献雨现在交往的女朋友 就是熟人介绍的 她每天除了工作外 还会抽空准备考取一级建筑试证书 虽然很忙也不会忘了关心女朋友 这就是中国建筑技术园生活中的一天了 感谢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